大家好,我是最蓝,欢迎收看最蓝解说三国沙三维三系列阵型教学视频 本期我们所讲的是一个以假许为核心的玩杀阵型 那么在之前的我们几期视频里面也给大家讲过貂蝉假许 貂蝉假许是单独拿出来讲,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能力真的很强 而且搭配起来是非常好的搭配 那么我们本期呢讲一个黄盖假许 黄盖假许呢是黄盖把就把貂蝉换成了黄盖 貂蝉是有稳定的离间和闭月 而黄盖呢苦肉是有过拍量,也能去造成输出 这样呢是配合这个假许来打一波玩杀 接杀对面核心,然后再进行三打二或者是二打二 进行一个优势的对阵 这就是这个阵的一个思路 这个阵的一个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以假许为核心的证的其中之一 那我们假许证呢有很多假许证啊 除了黄盖假许我们后期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假许 先看第一局录像 我们设计暖色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有郭家 关羽张飞有这个孙权郭湘以及这个黄盖贾许等等 那么还还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黄盖 关羽以及黄盖赵云画图 其实呢暖色这里面就是郭家呢 守完之后呢只有郭湘和郭家关羽张飞 而你如果守郭家的话对面把关羽一拆啊 关羽一拆关羽黄盖一拿 对面一拿关羽黄盖你这个抓起来就很麻烦 所以呢我我我呢会守一个黄盖 我会守黄盖黄盖的搭配特别多 黄盖关羽黄盖贾许黄盖画图黄盖赵云 对面是拆不光的 所以这个暖色呢是要守黄盖不守郭家的 传说中的那句话万事不绝守郭家 这个时候就不适用了我要守黄盖 对面呢对面呢拿到这个郭家和关羽 那么我们呢是要拿张飞赵云的 这边把话筒拿走了 这我们拿贾许孙权是吧 郭家关羽之后呢 他们拿掉关羽很正常 同时大家拿一个郭家 然后我们把张飞拿到拆郭关飞 把赵云拿 把赵云拿走 我们就黄盖赵云了 黄盖赵云 这边把话筒拿到拆黄盖赵云话筒 然后拿到孙杨香 这边就等于出了一个郭香筒的猥琐症 那么我们这里去拆 拿这第二个限定件 贾许以及孙权 这样我们就可以成证了 就是黄盖贾许孙权 这种或者黄盖赵云贾许 这种对吧 然后我们拿干宁 把这边冷色系的干宁拆掉 就我们出阵 出这个孙权主黄盖贾许边 这个抓将还是很有讲究的 对面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给他讲一下 不要随便让先 这个时候对面又让我们先 他们认为怕我们黄盖贾许 怕我们黄盖贾许 对吧 直接秒这边助个量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让先呢 我对面孙权的购牌呢 是可以去弄你孙权箱的 你看这个孙权箱被迫要去刷国家 你干嘛要让先呢 你本来也要起来刷孙权箱 刷国家 那你让让什么先 你等于这个如果你要让先 就等于是要让边风动 但你边风又没动 就很亏啊 总体来说对面的抓完之后 会处在一个劣势的抓法 对面是暖色呢 是优势的 这个匠面也是一个暖优匠面啊 然后开乱舞 乱完之后发现这个 孙权箱有加一码 黄盖也有加一码 这个所有 札许有加一码 所以呢 每个人都要掉血 因为加一码都杀不到人 然后我们去拆国家 拆国家 杀他 两张拆之后 发现这个国家同学 还是有这样杀 也是非常犀利 但是呢 这就已经取得优势了 这就是黄盖假许的一个威力 继续去摸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有机会去杀掉国家 杀不掉也不怕 不怕他卖血啊 不怕 我们看到 这个黄盖假许呢 是可以选择慢苦的 因为黄盖只需要把 每人打到一血 然后手里六张杀去 这个就可以了 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是吧 是吧 无中生有 无谢可敬 那打给他无谢 然后呢 我们去去找一些牌 有乐乐 乐一张 孙上香啊 让国家动 没关系 因为国家呢 是个白板 他做不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去杀这个国家 继续让他杀 继续杀他 决斗他 这边国家不给自己 不给自己留牌 如果留牌 我们可以顺 这边乐 做完乐之后呢 我们这边自己动 动完之后呢 可以 可以接着乐 接着乐上 因为我不要去杀国家 我杀国家呢 他们会 有桃子 一定要让贾许去杀国家 然后乐不思索又到我们手里了 是吧 我们发现我们手里很多乐不思索 因为洗牌量实在太大了 然后继续洗 洗洗洗洗 后面三打一 三打一 找机会拆了他 就可以了 拆了这位嘉一码和八卦阵 再贴张乐 联统挂起来 留下顺手牵羊 找不过拆 找不到 最后找到一张乐不思索 好 送钱同学找过拆 终于过拆了 提上乐 然后黄盖呢 就可以去打他了 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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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眼花缭乱 这一通操作 眼花缭乱 找到凉血了 决定呢 再苦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一张杀 没有出 顺到一张万剑 几件秒了 几件秒了 那黄盖是非常厉害的 起牌 起牌的假许一张杀 好 这是第一局关于这个黄盖和假许 好 我们来看第二局 希望不是同一个 不是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这个 推证 这边呢 我们是随机加入的一个 一个房间 这边有这个司马真基的一个组合 以及张辽 张辽孙权的一个排插 打手有孙权 还有张辽假许一个搭配 还有黄盖 黄尔陀 我想了一下 觉得这里面是可以去拿这个张辽 然后让对面去抓司机的 因为如果对面抓司机的话 我们就会可以拿到孙权假许 这些这些我想要的武将 然后给他们一个陷阱 看对面抓不抓司机啊 如果对面不抓司机 我们再考虑啊 这边抓 对 这边有有这个 要么是抓司机 要么是他祖格月英 要么是祖格月英 但是我们都可以抓到张辽假许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拿到华佗 这个华佗 这边还不拆黄盖 因为我本来主编出张辽假许 或者张辽孙权这种 但对面就不拆黄盖 那我想一想 觉得我们是暖色呢 干嘛不出黄盖假许 玩暴力一点呢 是吧 那就玩暴力一点 这边呢 又是一个奇奇怪怪的让线 然后又变成暖变冷啊 这边我们拆了月英 这一次呢 他们这个虽然说被拆了之后呢 祖格朗还是先动了 去找一张乐 闪 圣黄英啊 寸枪杀想秒我们假许 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完先之后去秒假许 但是呢你秒不掉啊 其实 好 这个假许先动去 这个黄盖可以动啊 黄盖如果天动呢 就直接启动 如果没天动呢 就等下一轮 这边杀一刀月英啊 杀一刀月英 然后等着等下一次再动 黄盈没什么作为 把五五丢掉 留下桃子和决斗 然后这边月英呢空成了 那这个黄盖启动就可以了 启动之后呢 去打这个月英 一波代菲塔 启动生油 桃源结义 起无懈这个黄益银 然后呢再吃桃 因为这里手牌已经够了 已经可以打出两点输出了 一张决斗 加一张借刀 就可以打掉这个月英两滴血 然后加一张乱五 这个就死了 就是黄盖加血 这边你看黄盖 黄盖苦完肉 最后发现是满血 很奇怪啊 黄盖很多时候呢 苦完之后 他都还是很健康的 因为他能苦到桃子 第二局 好我们来看第三局 是跟这个放开这个奴隶 我们是冷色 我们孙权 对面守了一个貂蝉打手 然后我们孙权夹血 然后干净黄盖 小刀操操啊 他们我们把话筒拿走 然后生畅家拿走 这一局的一个抓将呢 就比较有意思 对面是貂蝉性啊 手抓貂蝉 打手貂蝉 那我们呢 我们就可以抓到这个孙权 和以及假许 拆掉这边 雕权假许 而且自己有核心假许 加上一个孙权 稳定的 然后对面拿 对面拿大小桥 是吧 准备用大桥来打我们 是吧 大小桥 我们冷色 由于我们是 这样一个阵的 我们还是自己 自己动啊 自己动 没有必要让先 虽然对面有徐晃 和貂蝉 把让他们动就是了 我们孙权呢 他的一个起手 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可以直接去 打对面的文聘 虽然文聘 给队友上了家一马 但是呢 他没有给自己装 没有给自己装 我们就可以打 这边去 去这个 让他打无限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呢 这里还有一张过拆啊 所以还有一张过拆 我们不怕冰凉 我们怕这个 但是我们怕这个过拆 他不想让他再去拆我们 放一张南蛮 掉血就是了 掉血就是了 黄盖是不需要这个摸牌的 他因为他有苦肉 自然就可以摸牌 因为我的这张过拆呢 是要去拆这个文聘同学 好 苦肉出来 过拆桥 拆到他一张杀 这个很关键啊 因为能拆到他一张杀 有了复一码 然后手里留一张杀 乱舞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去 去打他 杀完之后呢 我们乱舞 然后这边就被完杀了 是吧 这个游戏呢 目前来讲 在我们当时只打了四分钟 就结束了 四分钟啊 直接打对面主帅 对面出文聘组呢 前面他抓雕蝉文聘 大概就会出一个文聘组 或者雕蝉组 其实他是是什么组帅 这个位置都是会被打死的 是什么组帅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都是要被打死的 那如果文凭摆编的话 那么雕蝉可能就被打死了 雕蝉死了 他们也打不了 他们死一个武将 他们就很难打 是这么一个节奏啊 这个我们的一个 黄盖这个假许的玩杀能力 我们看切不切断桃子啊 当然对面也没有桃子 对面桃子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假许就是能够切断桃 看一下第三局 第三局呢 这个是黄盖还配了一个赵云 那再上假许 那就应该是更加凶残 我们冷色 对面暖色 看对面守什么 对手留背 没问题 那么我们拿黄盖赵云啊 对面把话头拿走了啊 拆掉这个土盖云是把张辽拿走 这个我们把排他阵拿走 我们把诸葛锦假许拿来拿过来 因为对面如果是张辽诸葛锦画头的话 我们会很麻烦 但是我们再拿一个假许去击杀对面的一个核心 虽然对面有这个大洛神镇 刘备司马真基 但是我们由于有黄盖假许了 所以就就不怕 什么都不怕 打的就是你啊 对面最后走的是一个张辽司马真基 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让先 因为这边一个张辽呢 和司马真基的一个组合的话 如果我们不让先的话 他们这里面是可能会把我们赵云压得非常惨 所以我们要直接去让先啊 顺这个真基 拆张辽去争取去把这个张辽打死 乐一下 苦啊苦 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让赵云来救主 受到南白入侵了 这个位置我们是摆在假许主位 假许主位的一个好处是等于是三连动 让完先之后呢 这个两个边封动完之后呢 假许接着动 给一张桃 然后我们可以把桃子吃了 吃了之后开南蛮 我双南蛮 那么南蛮打出来之后呢 是可以去 吃完南蛮赵云之后是可以开 无中生可以开三张的 因为我们比对面人少 比对面人少 失败 好南蛮入侵是吧 反馈我 无中生有开三张 无中生有 过河拆桥 再开南蛮 接着反馈 决斗他 看这边死没死 还没死 大家可以我们有距离再杀一刀 好 死没死 死还是没死 就发现死了 死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桃园 我们那边是有无懈的 可以去无懈这个张辽 然后我们终于 我们手里留一刹一闪 或者留两张杀也可以 留两张杀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保证那边被偷了之后 我们还能去 还能乱舞的时候再出一张杀 是这么一个想法 要不然他偷到我们杀 我们就不能去乱舞处杀了 借刀杀人 杀一刀 因为张杀偷的是名牌 所以我们就这一轮可以不开乱舞 直接去借刀 然后去再杀 就把他给秒了 是吧 然后我们这边去收了这个黄盖 然后进入这个跟司马懿的单挑 跟司马懿单挑 本局呢 虽然没有前两局这个那么 呃有优势 但是呢进入单挑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可以把他的距离给拿走 而对面的锦囊是暂时用不出来的 黑色锦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挑吧 就挑挑的我们就赢了 这个结局就是挑的挑的就赢了 好压这个司马懿的血线 压这个司马懿的血线 好继续压 好这边吃完桃之后再去杀啊 过拆桥 就杀他 加一马被他拿了 但没问题啊 没问题被他拿我们还是有距离的 加上我们有决斗啊 把这个压到一滴血 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去找到距离 什么时候他就死啊 就死了对吧 这是一个这个贾许在主位的 黄盖达在边位的一个打法 配上赵云 也是很有优势 这个呢是一个冷色让先啊 这个是我让先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下一个下一个呢 是贾许还配了一个关羽 还配了一个关羽 这是对阵这个玉树啊 我们还是守黄盖 然后我们有关羽 我们赶紧拿走 冷色赶紧拿走 然后贾许 是吧 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在贾许摆在主位 这样也还是三连动啊 三连动 对面呢 对面是不会让我们的 因为对面的对面没有必要让先 对面郭湘肯定要自己来刷一刷的 刷一刷啊 刷一刷 刷完之后没关系啊 让他刷 刷完之后我们打一波就可以了 这边这边他好我也好 借个刀借个刀 看我的厉害 这边是被直接中意死了吗 好 这边是章狼闪比较多 章狼闪还是很多的 请边吃请边吃 好 再边吃一下 再边吃一下 好 边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桃园把自己桃园刀凉起就可以了 过河拆桥 然后我们发现手里呢 杀还比较多啊 杀还比较多 可以再顺一下 而且还有借刀 我们是可以再去用这个连弩打他打对面的 想起来这局了 这局的话我们好像并没有用到假许 因为直接关羽黄盖就把他们秒了 因为这场上有一张牌叫做诸葛连弩啊 实在是凶残 实在是凶啊 一张杀两点伤害 这边就跪掉了 跪掉了 即使玫瑰的话 我们摸一下这个国家 然后假许再乱舞就可以了 总体说这个还是以这个假许的玩杀为主要目的啊 后面给大家看了两句这个假许主位啊 假许主位的一个视频 那么本期这个 黄盖和假许的一个证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啊 我们下期再见